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我觉得我带给大家的并不是舞台或者音乐 而是因为我对舞台跟音乐的坚持跟热爱 如果我的粉丝朋友们喜欢我的朋友们 他们看到我对我所喜欢的那样的坚持跟热爱之后 就是他们如果也把这份坚持跟热爱带到自己的生活里面 这是我想看到的 这也是我要传播的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从我自己身上经常去获得力量 从自己那里获得力量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喜欢我的朋友们也是从我这里获得力量 就是所以我也觉得是相互的 因为他们看到他们得到力量之后 我也会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去就是把我该做的做好 对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就在变好嘛 三二一我觉得舞台对我来说不是说敬畏之心 而是我对舞台的向往跟沉静跟享受 舞台它带给我的这种释放 我觉得就是在我因为我本身性格可能自己会独处的时候 比较不爱说话可能对有可能安静也不内向 我还是挺外向的很活泼开朗的 就是自己的时候面对自己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安静 但是在舞台上我觉得自己应该就是把内心的那种小宇宙或者小火山喷发 所以舞台对我来说是一直都是一种向往 并且是可以释放自己情趣的那种 所以在渴望舞台的路上然后获得舞台的路上做了很多努力 我觉得努力这个标签就对我来说的话我并不是希望它存在的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我要的不是努力 我是要的是做好 提到姚琛并不是说努力 而是提到姚琛他很nice很优秀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成为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并不反对别人给我说我努力 因为那个是他们的眼里 在他们眼里看我可能是努力的 但在我自己看来的话我觉得我是不够努力的 我只是做好了我该做的事情 可能也就是我的一个生活态度 也可能也是我的工作的一个态度 对但是对我来说我自己不是努力 也不是爱不够 我只是做的 对我只是做到了一个基本的水准 对这是一个基本的水准